现在看到的是跳马项目上要上琪琪的上台队的谭思新 在预赛当中思想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 选择跳马难度相对来说都是那么的高 只有5.0的难度 这是一个键子后手分之铁后攻凡转体360度 在第一组的选手当中 他是预赛跳马分 最低的选手预赛只得了13.4 那么他是在后面几项高低杠平衡抹自由操当中 发挥出了优势 预赛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 全能的比赛是四个场地同时在进行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音乐声是自由操场地正在比赛的第三组的选手 第三组的选手的是预赛成绩排在第13到第18名的运动员